每一个父母都希望生下健康活泼的下一代 但是因为遗传或是各种环境因素 还是有相当的机会会生下有先天性缺陷的宝宝 其中在台湾俗称兔唇的唇恶劣 是颜面发育缺陷最常见的一种 在亚洲平均每500到600名新生婴儿就有一名患者 还好它是所有先天缺陷中最容易治愈的一种 轻微的只要接受一个小时的外科手术 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外观 然而在许多贫穷国家的家庭 仍然因为没钱让子女开刀 造成了孩子甚至整个家庭陷入长期的自卑和自我封闭当中 民事一言堂这次远赴中南半岛 就要带你了解台湾医疗团在海外的爱心抑诊 以及在地的种子医生培训计划 如何让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纯恶劣患者和家庭 从此不再有缺憾 记者陈嘉宜 萧伟任 来自柬埔寨的深度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台湾飞行三个多小时 来到位在中南半岛的柬埔寨 车子开进位在首都金边的国家儿童医院 虽名为国家级 且由日本政府协助兴建 但病房内不但没有空调设备 也不见窗帘遮挡太阳 虚弱的病童必须忍受三十多度的室内高温 后诊室外 24岁的斯文 看到台湾来的医疗团和记者 露出和善腼腆的笑容 怀中五个多月大的孩子 脸上有着明显的缺陷 让他根本不敢带孩子出门 因为他是非常严重的双侧唇耳裂 而且呢如果这是在台湾的话 他应该会先做牙科的一个矫正 办法做得很好的话 你可能都还会裂开 因为他的那个肉很少 他嘴唇这样很容易吸到空气 他就很容易吐满 然后呢他小朋友啊 就是特一般的男的 就要把他抱起来抱紫拍一拍 医院里有不少前来求诊的 疼恶劣患者 13岁的柬埔寨女孩 珍女 昨天才刚动完手术 伤口还肿胀着 这是他手术前的模样 让我们惊讶的是 他都13岁了 到现在还没有上过学 怕被绩效的自卑心理 让女孩逐步出户 就算出门 也极尽所能保护自己 除了拿布将整个头部包覆 还戴上一层口罩 好不容易换上一张新面孔 却因为身边没有镜子 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自己 手术后的模样 他做到手术上没有看 还没看过咯 还没看过咯 那是 在柬埔寨 每年有500到600名 纯恶列新生儿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颜面缺陷 是因为胎儿胚胎发育不完全 我们知道在还原前三个月 会有一些组织细胞 从上面下来 另外一个组织细胞从旁边过来 所以它会融合产生一个正常的鼻子嘴唇 那在这个互相融合过程中 如果一旦停止 因为某些原因 让它的融合过程产生的不完全的现象 就产生了唇裂 那后面就是额裂 妈妈有糖尿病 妈妈吃了一些特别的抗颠间的药 或者是一些镇定剂的 像这些有可能会让它产生 虫恶劣的宝宝的几率会上升 因为其实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原因不明的 在医学发达的国家 妇女怀孕18到20周就可以透过超音波 发现小孩是否为纯恶劣 在医疗落后的国家 父母无法透过产前检查 事先得知 但反倒让这些有先天性缺陷的宝宝 幸运的被生下来 不过生下颜面残缺的孩子 随之而来的是 一连串的外界质疑 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我妈说 如果你带你到孩子出去 你自己去 我不敢 我妈妈说 还是我的孩子 什么也是我的孩子 过去 资讯和观念的不发达 许多家长根本不晓得 纯恶劣原来可以透过手术 进行修补 近年来 借由当地广播 电视和报纸的宣传 许多人得知 国家儿童医院 有进行相关的手术 于是不惜千里而来 没有妻生之所 就干脆在医院走廊 席地而坐 三餐都在这里打理 绝对 中文字幕最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最后 感谢观看